嗨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什么是teaching load teaching load呢就是教学的工作量 其实是你在美国找教职中经常会见到的一个词 它就规定了在法定合同里面 你一个学年在这个职位上要交几门课 就是这个teaching load呢 往往是写在他们的招工广告里的 如果呢他们没有写进去的话 如果你进入面试的话 是你必问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这个视频我就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是teaching load 以及teaching load中关联的一些事情 所以呢没有点关注的小伙伴 马上点一步关注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这个teaching load呢就是规定了一个老师 在一个学年中法定的一个教学的工作量 就是overall 就是他呢就是直接决定了你的时间分配 比如说呢 research university 他们的老师的teaching load往往是比较低的 因为research university 他希望他们的老师有一些时间来做research 所以呢他们的老师教课的这个teaching load就会低 而teaching university他们的老师的主要的工作就是教课 所以呢你如果进入了一个teaching university 那么你的teaching load呢肯定是要高一些的 而且呢你在同一所大学里你不同的这个教学港的teaching load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你在一个学院里你的tenure以及tenure track professor 他们的teaching load往往是要低一些的 因为呢tenure以及tenure track的这些professor他们呢在research上都是有一些要求的 即使呢你到了一个teaching university 他们对tenure track以及tenured professor都是有这个research的要求的 所以呢他们的teaching load往往都要低一些 因为呢他们要有一些时间来做research 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个instructor或者是teaching professor 那么呢你的主要责任就是教课 学校呢基本对你没有什么research的要求 这样的话你的teaching load就是要比tenured or tenure track professor要高一些的 那具体来说我们是怎么来规定划分这个teaching load呢 其实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了 就是美国大学其实是学制方面分为两种 一种是semester 一种呢是quarter 就是大部分的美国大学都是semester 就跟国内一样就是学期制 就是正式的学期就是两个 一个是秋季学期 一个是春季学期 summer呢是一个optional的一个semester 但是呢在美国的西部的一些大学 他们用的是quarters也就是季度制 他们正式的学期呢有三个 一个是秋季学期 一个是春季学期 再一个呢就是冬季学期 他们那个summer也是optional的 然后呢在一个semester的一个学校里面 如果呢一个老师他的春季学期要交两门课 秋季学期也要交两门课 那么他的teaching load呢就是二二 如果呢他要春季学期交两门课 秋季学期呢交三门课 他的teaching load就是二三 如果呢他要在秋季学期和春季学期 都要各交四门课的话 他的teaching load就是四四 往往呢在R1 university就是在社会科学 我知道的啊就是R1 university的tenure 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往往呢teaching load一般是二二 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如果他这个学院 就比较偏teaching的话 也有可能他们的tenure 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的teaching load是二三 然后呢你如果到了一些R2 university的话 他的teaching load可能就是二三 甚至是三三 如果呢你到了teaching university 你作为一个tenure 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 你的teaching load可能就是三三 甚至是四四都是有可能的 如果呢你你做任教的这个学校呢 是一个quarters就是这个季度值 比如说我拿到的我的第一份教职 就是一个季度值 我当时的teaching load呢就是二二三 也就是说在这三个季度里面 我要有两个季度来教两门课 就是一个季度呢我要教三门课 那么我的teaching load就是二二三 然后我们学院的instructors 没有research expectation的这些instructors 他们的teaching load呢就是三三三 就是他们一个学年比我多教两门课 而我的这两门课的这个时间 应该就是让我来做research的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个teaching load 是写在老师的合同里面的 所以呢是不能轻易更改的 有的时候呢学院里缺人手 希望呢一个老师多教一门课 那么多教的这门课呢就叫overload 也就是说多教的这门课 学校和学院是要给老师额外发钱的 因为这不在他的法定的工作量里面 还有一个呢就是summer semester 因为呢这不是正式的学期 因为呢美国大学的这些老师 往往呢只发九个月的工资 他们的summer呢是跟学校没有劳目关系的 但是呢在summer的时候 老师可能会就是愿意去额外的教两门课 这个钱呢也是另算的 往往呢教两门课的话 就是老师正常的工资的一个20% 有的老师呢就非常愿意教summer course 因为呢因为缺钱 因为要付房贷要付房租 所以呢很多老师还是挺愿意教这个summer course的 跟这个teaching load很相关的一个词呢 就是course load deduction 也就是说呢就是你拿到这个职位之后呢 学院里愿意让你少教一门课 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 就比如说我我拿到的这两个offer 他们呢学院里都是给了我一个one course load deduction 就是说在我进入这个学院的第一年 希望呢就是给我减少一个工作量 让我就是get prepared get ready 就是因为刚刚进入一个教职 刚刚进入一个学校有很多的事物要调整 所以呢学院愿意呢让你少教一门课 然后呢做一下必要的调整 比如呢我第一份工作 我的法定的teaching load是223 但是我第一年呢只教了六门课 也就是222 那一个呢就是我的course load deduction 我新拿到的这个offer 我的teaching load是22 但是呢我第一学年只需要教三门课 因为呢那个是我的course load deduction 其实这个course load deduction是可以negotiate的 也就是说其实如果学院说给你一个 你可以要两个 但是呢我没有要过 大家可以试一下 就是为什么我知道了这个东西是可以negotiate呢 是因为最近我的一个同事 他跳槽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大学 那个大学呢直接给了他一个for course load deduction 也就是说呢他的teaching load 法定的teaching load是22 但是呢在他这份工作的前两年 他有四个course load deduction 也就是说他工作的前两年 只需要每个学期教一门课就好了 然后你想想你只教一门课的话 其他的时间你就可以做research 你就可以享受一下生活 其实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还有一种course load deduction呢 是你进入了学校的行政管理层 比如说呢department chair 他们呢作为tenured professor 往往呢他们的teaching load可能是22 但是呢因为他是有这个行政职务的 他这个行政职务呢就可能占一个课时 也就是说呢你是department chair 那么你每个学期只要教一门课就可以了 另一门课的时间你就用来做学院的这个行政事务 就比如说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我们的department chair 就是他的teaching load就是11 也就是说他每个学期只教一门课 还有一种就是你跳槽的时候 你可以要一个非常低的teaching load 比如说以前的时候我的导师 他在他们原学校是拿到了for professor的 然后他拿到了这个for professor之后呢 他立马跳槽跳到了我们学校 因为呢他的research真的是非常的好 他属于在领域中是一个leading scholar 然后呢新的学校为了能够把他招来 就直接跟他说你的teaching load 你只要在我们学院里 你的teaching load会一直是11 也就是说你每个学期只教一门课 你也不用承担任何的行政职务 就是你这个offer就是一个11的teaching load 而且呢你这个教的课都是教PhD student 所以呢这是这对于一个professor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款 你只需要教博士生 而且你每个学期只教一门课 这对你的career都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buff 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offer 这就是关于teaching load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一定要给这个视频点赞 投币转发你的知识 是我做视频的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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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